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过去两年经历了游乱向自的重大转变 相信大家都是记忆游身的游行中央有两项及时的重大举措 就是去年六月制定香港国安法并在香港颁布实施 以及在今年三月通过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完善了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令到一国两制重回正轨 也都令到香港长远的繁荣稳定得到保障 事实上当日全国人大通过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时候 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切实提升特区的治理效能 因此虽然本届政府的任期只剩下一年 但我们绝不会怀慢 而是会用好每一日的时间 为市民解决问题 做实事 谋福祉 只要大家一起心一致 全面准确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的方针 和爱国者治港这个原则 香港一定是可以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国家作出贡献 本港新增一宗2019冠状病毒病 确诊个案 患者为日前初步确诊的17岁女学生 病毒检测结果显示 大有M501Y变异病毒株 确诊了一宗个案 是一个本地的暂时找不到源头的个案 它是一个17岁的女学生 同家人就住在天圣院的圣御国 他就是在天水围的伊丽莎白中学救生会 汤国华中学上学的 他最后一天上学是6月2号 他6月2号就开始有些喉咙痛 6月3号就开始有发烧 在6月3号就去了天水围的一间门陈那里 就看医生 接着看完医生就在随积 在同一天就留了个胸后却液 就做测试 结果都是一个初步阳性 后来都是一个确诊个案 CT值都是偏低的 是大概18岁 它的样本就是在我们的公共卫生 发现所那里检测就是一个阳性样本 是M501Y是阳性 它就在6月4号也入院了 在医院那里也拿了个上呼吸道的样本 都是一个阳性个案 CT值都是差不多的 在前复期他主要上学 还有在家吃饭 5月16号 23号和30号的早上 都去屯门一间地方去补习 这个是德荣大厦15楼306室 在5月29号 他都和妈妈去过湾仔会展 一丝的展览厅 有一个香港国际教育展 大概是逗留了一个小时 总括来说 加上他的家人 他学校的有些同学 和补习社的师生 和其他去见过的一些人士 我们总共大概有100位左右的接触者 送了去检浴中心 我们现在暂时手上 就有少过10宗的初步阳性个案 其中一宗就包括他的妈妈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本港周边地区 2019冠状病毒 病个案持续上升 变异病毒个案确展 加上有手中带有M501Y 变异病毒株的本地个案 市民应尽快接种疫苗 当局会以最高规格防控措施 应对疫情 到今天为止 即6月5日 在变种病毒株的个案来说 我们香港就录得有274宗 其中有273宗都是输入个案 或者是界定了 是与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的 所以今天新增的个案 现在变成了第一宗 源头不明的 带有M501Y 变异病毒株的个案 我们必须严肃和严格 去采取最高规格的防控措施 过去接近一个月 疫情相对有点稳定 但是周边国家或者地区 其实疫情是非常险峻的 在香港来说 其实过去两个星期 我们累计报告了21宗个案 但是全部都是输入个案来的 大家可想而知 在外防输入 我们是面对着非常沉重的压力 香港身处的西泰区 周边是个案 过去一个星期是一路持续上升的 而大家也都知道 变异病毒株也是一直在扩展 今次这个变异病毒株的个案 也都显示了 我们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的 故事就要真是尽快接种疫苗 建立起那个保护屏障 才可能有效地堵绝到下一波 疫情的来临 简而言之 就希望大家就快接种 勤洗手 戴口罩 和尽量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不必要的社交聚会 新闻却要报道完 新闻小国民主席 全紹介绍 进尚 由新闻